今天運氣也太好了吧 來到這個地方 瑞峰海鼠山 那其實說到海鼠山 這制高點 它的海拔大概是1311公尺 但是這邊有一個很浪漫的名字 叫1314 為什麼多了這三公尺呢 最主要就是 我們現在上的這個觀景平台 多了三公尺 所以這邊就成了許多人約會的地方 甚至有人說 它如果呢 上了這個景觀台 那一對情侶可以手前手的 一起下了這個階梯 就叫做一生一世走下去 這想法是挺浪漫的 說來觀景平台呢 其實最主要 其實它視野是360度無死角 所以現在什麼都看不到 現在仔細看一看 能見度大概不到10公尺 那據說呢 往那個方向看過去 可以看到嘉義 往這邊看過去 斗南 斗六 南投 彰化 其實呢 這是一個視野極佳的一個 很棒的一個觀景平台 但我覺得這個運氣算是很好 因為當地人我們上山的時候 當地人說其實這樣子的狀況並不多見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幸運的 沒關係 相信這趟來到瑞峰 我還是會找到我比較早的東西 噢 OK 可以 哇 終於見到您了 開心 開心 我也很開心 而且呢我這趟來我發覺都起霧耶 對啊 起霧是這裡的常態現象嗎 也算冬天的常態現象 算冬天的常態現象 所以其實如果霧比較低點 我們這裡就有暈海 我很好奇喔 一般人來到瑞峰這個地方 他通常會想要看什麼或玩什麼 最主要就是其實我們的茶園很漂亮 茶園又可以看日出 可以看夕陽 都有不同的景色 所以很多人會選擇來這邊住一個晚上 對對對 你要認識我們瑞峰的話 我們就去三個部 我順便來跟你講解一下 唉唷 所以理事長算是行動派的 對對對 我很喜歡走林道 我覺得林道給人家感覺就很舒服 一方面儘管如果是大太陽 它可以遮陽 然後如果假設像現在也下了一件小雨 但是走在裡面沒有下雨的感覺 而且我很喜歡就是 這一旁全部都是竹林 這種竹林夾道 哇 走在裡面 這個氛圍很好 很舒服 不過很好奇 就是瑞峰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其實我們瑞峰 它其實以前它的舊地名叫做生毛樹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裡 以前樹木很多 然後它的氏氣很重 所以樹木上面都長了很多的 那個排檢類 感覺好像樹都長了毛 對 所以就叫做生毛樹 那張瑞峰這一代以前就種茶葉嗎 沒有 我們瑞峰最早以前來的居民 就在比較平緩的地方做了很多梯田 然後種稻米 交通比較方便以後 就是道路開了以後就是 米可以運得進來的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 種稻米好像比較不划算 對 我們就起先就先把稻田什麼都換成金針 對 但是金針種了大概三四年以後 是 又有人引進茶來種了 哦 所以就發現茶的效益更好 經濟價值更高 對 所以那時候就漸漸大家又把金針 就通通改掉 然後開始種茶 然後也有一些 它的地比較小的 它就直接去花東種谷那邊種金針 哦 對 所以像刺客山啊 六十丹山 以前都是我們梅山的人 去那邊種 所以那裡的這個金針 好 這樣的一個蜂巢 其實是你們帶過去的 其實是我們這邊帶過去的 哇 這個我第一次聽到過 子慶 哈囉 怎麼來了 你在巡視啊 對啊 來這邊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目前這個病充愛狀況怎麼樣 一般來說你們應該下雨天是不會採摘 是不會採茶 對 是 為什麼 因為下雨天採茶的話 你那個含水量那麼多 又沒有日光可以做尾雕 對 所以變成說那個 你的水分那麼多 一定是 第一個工資要發比較多錢 對 第二個是做我的茶也不好喝 嗯哼哼 對 而且我覺得你們的茶應該非常非常的整齊 因為我們要採收的時候 其實就是需要一樣的高度 操作比較容易 對直接採 才不用這樣上一個下一個 這樣的效率會不好 我們知道阿里山的茶很有名 在於它的環境得天度 第一個在海拔夠高 再來就是這地方多雨 是 潮濕 然後又多霧 對 所以我們茶樹就適合 在這種溫差很大的地方 然後濕度要夠高 對 那它起來的葉片就會夠肥厚 是 對 所以做起來茶 它耐沖泡之素也比較多 所以像這一整片來說 它是什麼樣的茶種 這邊都是清新烏龍茶種 阿里山烏龍茶 你看在這種環境長大 而且就是這種比較主義 至高點在種的茶 它本身富含有比較 就是我們說那個 山頭鬼 對 就是你那個茶杯一聞起來 一個特殊的清香感 那個感受 如果今天是請電話 就發覺很多那種對不對 一星二葉中都可以採 對 但是一星二葉 是比較屬於過往的標準 我們現在會講 一星二到三葉 二到三葉 所以有時候會採三葉 對 因為在我們高山茶裡面 其實我們這邊海拔比較高 所以其他茶葉很嫩 所以你採二葉 有點太浪費 所以三葉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講 一星二到三葉 是 觀看紫慶呢 你的這個手勢就知道你很熟練了 做十年了 不熟練你要熟練了 對 那當然從這個茶園回來 我們知道說其實 我們現在要進行這個步驟叫揉捏 是 不能拿剛採摘下來的這些葉子 來進行揉捏 你必須要花一天的時間 還是一個晚上的時間 大概是18到24小時是最好的 那這個步驟叫什麼 我們這步驟叫尾雕 尾雕 最主要是去除它多餘的一些水分 大概40%到50%的水分 揉捏最主要作用是在破壞它的組織的表面 讓它跟空氣接觸之後它會氧化 那這個顏色就會從綠色變黃色到紅色 這樣子它就會氧化 所以一般來說進行揉捏大家花多久的時間 如果是揉捏 實際上我們真的手工操作體驗要大概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因為高三的 它的葉片裡面的柵狀組織比較肥厚 所以會比平地的茶 會再需要多抽個半小時到一小時 是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來先收集你要揉的這個部分 好 那一般我們來做手揉茶 就是我們會看你的手掌大小 去取決於你要揉多少的茶是最適合的 所以我這樣太少嗎 你用手指這樣子去摸 這樣感覺是可以 有沒有 稍微可以握緊的狀態 好 OK 那就是你要亮 不要亮就把它弄到旁邊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那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先把它先拿在手上 這樣子像一顆球 先把它搓螺一下 搓螺一下 像再來搓湯圓 好 那力道是先輕輕的就好了 好 OK 那如果感覺它 它比較像 就是比較集中一顆球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可以放在盤子上 再放在盤子上 然後用這樣子 我的閃了 你的閃了 代表你剛剛的力道 可以再稍微加 再重一點點 對 因為有時候講這個輕重 每個人的力道確實不一樣 但是你要感覺就是 第一 不要好像要馬上擠出汁液的感覺 對 對 好 那如果稍微搓了一下之後呢 你會發現 顏色會不一樣 對 它顏色變暗了是不是 對 它會變比較深色 代表它的葉子的水 就是裡面梗的水分 被你擠到它的葉子了 好 那好了之後 你可以放在盤子上了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動作 是讓你就是方便集中茶葉 對 那你這樣放在這個盤子上面搓螺 你才會省力 嗯 好 所以光是這一球大概就要弄個 三個小時四個小時 是 我們就是在試驗這種 就是茶葉品質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這樣搓三個小時 嗯 當我們搓螺完之後 下一個步驟其實就是發酵 對 下一個步驟我們叫做靜置的補足發酵 就是你已經該破壞的組織都破壞了 對 那這時候我們就是它可能還是有一些部分 就是你已經破壞它的組織 可是它還沒有充分的跟空氣氧氣結束 還沒有發酵 那這時候就是用一點時間 用兩到三小時之間 是 讓它去慢慢的轉化它的風味 因為這時候我們已經 就是擠出茶葉的汁液 對 那其實茶葉汁液是一種青草味的味道 那什麼時候好了 就是你這個青草味 充分轉成過時的香味的時候 味道明顯不太一樣 對 但是沒有狗香味 所以還沒好 還沒好繼續揉 對 我覺得今天喝茶的過程 感覺上是比較嚴謹一點 應該是你們在評鑑茶葉好壞 一個非常正式的一個流程 一般我們泡茶 這個泡一泡茶 第一泡了不起大概一分鐘 一分鐘半 但是你剛剛設定的是六分鐘 為什麼要設定六分鐘 因為我們這個茶葉 就是你要鑑定出它的標準 就是我們用三公克茶葉 一百五十CC的水時間六分鐘 這是國際鑑定標準 我們把它好的壞的 都把它泡出來 我們一一來比對說 到底是苦到什麼程度 色到什麼程度 所以最主要就是要看 這茶它到底有那個苦澀的味道 對 或者說它的香氣 到底達到什麼樣的標準 那是不是符合我們的期待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你眼前有三泡茶 對 這三泡茶有什麼不一樣的味道 這一泡茶它是屬於 就是清香原味的 是我們茶廠之後就是 茅茶乾燥完 含水量再三泡一下 對 那這個是經過 就是我們後製的加工處理 它是做清焙的風味 那溫度是 烘焙的溫度在80到100度之間 對 那它會產生一點微微的遮香 是 那這一款的話熟香 它是屬於中焙火 那就是溫度在100到120之間 那聞起來可能就有一點微微的米香 是 那韻味會更強 好不好 好 稍微有點聲音是沒關係的 不像吃飯的時候也有聲音不好 那我們一般來說 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吸的瞬間 也剛好把那個香氣 吸進你的鼻腔裡面 去感受那個香味 嗯 不錯 因為其實一般來說 茶盆 怕的就是泡太久 對 它味道它就如同你所說的苦味 色味會出來 但是其實 剛才喝的那一瞬間 其實它味道並沒有因為 它時間泡得太久的改變 那我們繼續下一個 OK 那這個 它顏色有點偏 比剛剛黃綠的加重 比較黃一些 好 這樣子去感受 這種茶它的甜度 是有稍微上升的 但是它的香氣 它那個清香感是稍微略低 它不一樣的香氣 下一款 好 這顏色就比較琥珀色 好來 怎樣感受看看 它這種烘焙的 比較屬於重烘焙的狀態 就是等於說 它稍微有點濃縮的概念 嗯 就是說把它的那個 滋味把它濃縮在一起了 對 所以你在喝的時候 會覺得一瞬間 它進去可能就會讓你稍微 快速的回甘 是 其實我覺得這三款 當然就是烘焙的程度不太一樣 對 對我來說 這個很像是稚氣微託 就是青少年時期 是 對 對 那這個東西稍微偏青年了 它已經不是少年了 它有一點點成熟度 是 對 所以它就是 有它這個階段 迷人的部分 那當然這個部分 就步入可能就是 比較壯年一般的 對 就想要改 力量比較多 對 它底蘊比較足 是 對 比較有內涵 所以這種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對 來我們這邊來招待你 吃一下我們這個在地的特色菜 家常菜 好 來看看究竟有多在地 好 那我們先來看這一道 這一道是我們的茶葉 然後採仙葉來去炸 炸完之後 其實它的口感 吃起來有點香氣 然後有點酥脆的感覺 所以它直接就是茶葉 採摘下來 就可以直接滷菜 對 好 沒有經過什麼尾雕啊 不用不用尾雕 因為尾雕之後 它反而就是會 就是沒那麼的脆 酥脆感 那你酥脆的話 就是你要再多嚼幾下 那慢慢的 它才是有那個茶香 會跑出來 對 那今天你是用哪種 茶葉來炸 我們這個是用我們的 就是三茶的茶葉來炸的 對 那你說捨不捨 其實我們會 現在以前會很保守 但現在我們就在盡量的 就是讓客人來在地去觀光 所以我們就讓大家體驗 喔原來 茶葉是可以這麼的 就是直接吃 這麼的鮮爽 其實很像說也對 因為有些人 不見得他會喝茶 但是你藉由用菜肴的方式 讓他接觸到茶 這樣一個品項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也是一種 很親民的一種方式 那接下來你會介紹我們喝什麼 好接下來我們就是介紹 一道比較特殊 就是我們這個烏龍茶雞 喔烏龍茶雞 這個茶湯是先把烏龍茶 泡開之後再下去煮的 所以它茶湯的顏色 這個色澤是來自於它的這個 部分是來自於它的茶葉 對 所以你看起來那種 有點像烏龍茶的顏色 淡黃綠 一次其實大概如果像我們這樣的一鍋 大概你加大概八公克到四公克就可以了 那以茶葉量的時候 大概就是二十顆左右 有一點茶香味 有 我們先把茶葉先泡開之後 然後先濾出那個黃綠茶湯 再開始把雞放下去 這樣才可以入味 是 才能讓茶葉把它入到那個茶的肉裡面去這樣 所以這其中也是Peple的 對 那當然它的茶葉 你要先把它再撈起來 對 對 一定要撈起來 對 那先來放進去是因為 告訴大家說這裡面其實我有加茶葉 是的 對 所以如果你是因為看了這樣 有茶葉你回去照樣化 你會發現豬茶 你會發現從頭滾到尾 然後就會變 那個苦味的茶 對 會有苦湯 這看起來就是 你會覺得顏色也沒有多塗出 其實是很特殊 就是我們在地的這個竹林的產物 喔 是 竹子 對 竹子 我已經看到了 這筍乾嘛 對不對 所以變說它是用我們的那個春筍下去製作的 那它的這個料理名稱叫山魷魚豬肉 好 你在這個魷魚前列加了一個山子 該不會就是指的就是筍乾吧 對 其實這是它的由來是在於說 就是我們竹筍把它割起來之後 我們會把它先用水滾過之後 然後我們再把它曬乾 沾鹽巴曬乾這樣 那其實那時候曬起來感覺就像是一片 魷魚 其實筍乾的製作其實也是先人的智慧 因為一般來說一開始會去 稍微用鹽巴醃再去曬乾 其實最主要就是它可以保存得比較久 對 但沒有想到說其實你這樣做 你發覺在每道菜 加了一點點這個所謂的筍乾 它會提味 對 它變成是一個非常很好的一項食材 對 它有那種花龍點睛的那種妙用 對 其實這是我第二次來造訪瑞峰 那說到瑞峰呢 可能或許在嘉義或阿里山這一代 它並不是最有名的 也或許到現在為止很多人都還不認識它 但是來了之後你發覺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那我發覺瑞峰這個地方充滿了故事性 那當然是關於人們在這邊生存的一種韌性 他們不斷地去嘗試也不斷急需調整它的步伐 而且他們可以把許多產業發揮的都是淋漓盡致 而且做到盡善盡美 達到一個最極具的一個境界 來到這邊關於吐納 關於任性 我想我在瑞峰找到了答案 這座吊橋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平雲梯 不過有點可惜 現在全部都是雲霧 但是我也蠻符合的就是這太平雲梯這個名字 你會發覺前面全部是雲茫茫 待會就是往這雲霧當中走進去 有那種雲深不知處的這種感覺 反倒是我覺得為這座吊橋有加分的作用 結果非常喜歡走這吊橋 為什麼喜歡走吊橋呢 其實一般我們在陸地上 我們能見度 我們能看的這個範圍大概是180度左右 但是當你走到吊橋的上頭 你會發覺你的視野變得是360度 而且身處在這大自然環境當中 大口深呼吸每一口都是享受 說到這吊橋呢 全長大概281公尺左右 而且呢現在這個海拔是1000公尺 舒服極了 一眼都不熱 這天氣呢反倒是有那麼一點點涼爽 感覺往前走會走到另外一個世界 哇我覺得這個空間非常特別 其實剛剛漫步在這個山城裡面 就突然一眼一見 這裡有一棟非常特殊的建築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建築呢 它感覺上是殘半開放式的 我們進去看一看 走到這建築裡面我覺得感覺舒服 一走進來你發覺它的牆面 天花板 採的都是一些灰色調的這樣的一個色素 它是非常不牆系的 跟大自然環境是毫無違和感 再來就看到很多非常喜歡的老木頭 哇還有書櫃 那當然上面我們可以看到它 承設了一些商品 我稍微看了一下 多半都是在地的茶葉 是一些部落的玄霧 感覺上這邊所成立的東西 是非常生活化貼近我們的生活 那另外來看一看這裡 哇其實進到這座建築的空間 讓我覺得很驚豔的部分是在於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從戶外走到序內 最明顯上改變的有兩個 第一個是光線 第二個就是空氣 可是因為它採的是半開放式的空間 所以你走進來就發覺 它採的也是自然採光 所以跟外頭的光線是一樣的 那另外就是你每一口呼吸 你吸一口氣 你感受上就很像是你身處 在這座山城任何一個角落 所吸到每個空氣 它是一樣通透 一樣清晰 那在這邊你就覺得很好玩 你很像是走在一個植物園裡面 它有很多的植物 林王滿目的 你可以以一個更舒服的狀態 來接近這些大自然的產物 而且它每個盆栽 感覺都是有整理過 非常的別緻非常的可愛 感覺上裡面會更加精彩 所以總之 其實我剛剛走進來 讓我覺得最驚豔的部分 是在於它的空間 對是 東西其實非常多元化 重點是我覺得 為什麼一個空間會讓人舒服 就是不管你從東看到西 西看到東 南看到北北看到南 你會發覺你的視覺是 沒有任何的阻礙 是 所以那個時候你們是 一開始怎麼樣去規劃這樣一個空間 之前這裡本來是一個藍原 它是一個廢棄的藍原 我們這邊上去大概有三座藍原 現在目前這一座是廢棄的 那我那時候看的時候就覺得 這個藍原有生命力 就在我的腦海裡面 馬上浮現 那個空間感 霧氣過來的時候 會從我的右手邊這樣直接飄過來 它不要過來自然會這樣進來 是 所以其實它這個建築 它是跟這個自然完全融合在一塊的 融合在一塊 其實我覺得很用心 就是我們常常就是看到一些東西就是 譬如說我今天開了一家店 是 或者是產出了一個不一樣的空間 但是它會跟這一帶的一個大空間 會有所謂的違和感 是 對 但是你會很用心思 在這樣的一個空間裡面 加入很多當地的元素 是 就讓人家覺得說 看到這間店很新盈很潮 但是它並沒有脫離這座山城的本質 是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前功的部分 對 來到山裡頭 你會忍不住大口的呼吸 吐納之間每一口 它都是一種極致的享受 那其實吐納換個角度來想 它就是一種生命延續的一種常態 不過來到這山城 來到這樣的一個空間 其實我感受到的是另外一種延續 這是一種精神上的延續 這東西叫做韌性 如同植物一般 它的種子落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它都有辦法存活下去 它可以盡情地去展現它的生命力 並且開創出自己未來的一片美好 其實來到這樣的空間 看到它跟這大自然完美的融合 毫無違和感 我覺得這樣的設計 才不達 當然需要看的 它有什麼不一樣的 但是到這間地點 要興奮一下 才能夠連鎖 很噁心 难怪人家说 玉琼千里木更上一层楼 我们刚刚上了好几层楼了 现在来到一个制高点 环顾一下四周 今天天气非常棒 当然景观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们从眉山来到太平 这途中我们会经过一个相当居民的景点 叫做什么呢 叫做三十六弯 顾名思义就代表它有三十六的弯道 这三十六弯说来其实也挺有趣的 你必须要依序而行 你没办法跳号 你就是老老实实从一号到三十六号 不过当你进到第三十六大弯 代表你的目的地即将到达 那太平究竟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值得我们来发掘呢 先不急 我们在这边先好好的喘口气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沿着三十六弯 一序而上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太平老街 说到太平老街很特别 因为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 将近大概一千公尺左右 那当然来到老街 每次来到这样一个地方 你就很想要去找一些 当地一些古早味来尝一尝 而且呢 这古早味肯定是结合当地的一些食材 所以我相信呢会找到一些 我非常喜欢的一些老味道 当然呢 其实说到这个老街 它的历史大概250年左右 然后曾经兴盛过两次 第一次呢 非常繁荣的时候是在清朝 第二次是在日治时期 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一带的山区 它有很多的资源 而太平老街它所扮演的角色 就像是一个集散地 像是一个转印站 这个东西我很有兴趣 大姐 这是什么 孙娜包 这叫竹笋包 竹笋包 那这个呢 超贵 那我可不可以各来一个 好 我们都是用蒸的 所以非常的健康 哦 这是用蒸的是不是 对 这是竹笋包 太好了 因为我怕胖 所以用蒸的不怕胖 皮是那个 蜜瓜粉的皮 跟那个泡纹的皮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包水比较多 还是热的呢 温温的 温的比较香 所以冷热都非常的好吃 好 很期待 这是超贵 超贵是糯米跟艾草去拌的 是 而且我的超贵呢 也没有胶色素 所以没有绿绿的 好 我里面切得很细 不粘牙齿 哎呦 好 谢谢 谢谢 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呢 这上面还有一些雾气 一些水气 其实代表刚刚跟老板娘说 这个是带有一些些温度的 摸在手中呢 挺温暖的 会不及待想要来尝试一下 找到地方 稍微炖点一下 吃一口看看 而且你可以看到呢 它这个皮 非常非常的Q 很有弹性的感觉 哇 我觉得这个口感非常特别 它特别的部分就是 它虽然很软Q 但是你咬下去是完全不会黏牙的 那再来呢 其实你咬到这一口 它前面外面的这个皮 你会觉得 诶 感觉上有点很熟悉 没错它其实跟这个肉丸 外面这个皮 它是一样的 它是用这个地瓜粉去做的 不过差别在于呢 它是用蒸的 然后呢 它是完全不会油腻 不过另外两个东西呢 我也是非常期待 这个东西就超贵 其实在很多老街 我印象中 像在九份也吃得到类似的 好 把它打开看看 好 刚大姐有讲到一个重点 表里面呢 这个萝卜是切得非常细 所以咬起来 是有一种很特别的黏密感 但是它一点都不黏牙 而且我很喜欢它这个外皮 它外皮就是用糯米 然后加了一些艾草去制成 那重点是它也说 没有加任何的这个色素 所以跟我们一般看到这茶葵的颜色 有一些落差 反倒觉得这个颜色色 则是非常自然的 重点是 其实我觉得这阿姨很厉害 因为它的内馅 炒得都非常厉害 所以我觉得这种古早味很特别 简单的食材 简单的制作方式 确实可以让旅人有着大大的满足 那除了这古早味之外 另外还有一间 口福盛美人气名店 这里头有样东西 我很想要尝尝看 嗨 你好 好 要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机点 来到这边还蛮好的 这是一间人气名店 那现在已经大概是 快五点的时间了 所以很多游客都不去吃饭了 趁这个时候不需要排队 就可以品尝到美食 我觉得这感觉是挺不错的 是糖心蛋 先给我们看它是冰的 嗯 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吃蛋的 各种蛋我都很喜欢 那我很喜欢糖心蛋的原因是在于呢 它里面的这个蛋黄 它本身是半熟的状态 虽然它吃起来是比较滑的 但是呢 它里面多了一种中药材的味道 它有一种汉方的一些味道 然后让它整个蛋摇起来 咀嚼棍当中 它是有一种很特殊的香气 然后会在你口腔里面散发出来 好 接下来让大家尝一尝 我最喜欢的茶叶蛋 茶叶蛋是要剥壳 但里面真的还蛮烫的 不过没有关系 叔叔有练过 我现在要剥的 哇 还冒着烟啊 嗯 哦 哦 你看很特别 它入味的程度 让你在吃蛋的过程当中 我误以为你喝了一口茶 那再来呢 其实它不会把它卤得太干 或者是它的皮会太紧绷太硬 它是卤得恰到的处 它保留它蛋白该要有的弹性 所以那时候在咬起来的时候 有那种吹弹可破的那种口感 那我觉得太平老街呢 我觉得给我的印象 其实我很喜欢山城 因为什么呢 因为山城它有一定的海拔高度 所以呢在走这个老街的过程当中呢 空气特别的新鲜 温度特别的凉爽 再来走这个老街就发觉 其实当地人都非常的有人情味 然后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质朴 那从他们贩售的一些东西 我们尝新的一些东西 其实真的是可以尝到的就是 他们最在地的一种风味 最简单 但是呢 吃在嘴里的感觉 却又不怎么剪肝 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 是梅山 那梅山名字的由来啊 就是因为这一带产了很多的梅字 不仅产梅 他们也制梅 而且早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就被称为是小梅庄 当然梅山呢 它是一个非常有故事性的东西 我们在那边可以尝到很多在地 酸酸甜甜的滋味 而这些滋味有的已经传承了 将近一家子的时间 当然想要挖掘更多在地的故事 我觉得你可以来找一个在地的朋友 好好地跟他聊一聊 嗨 Bruce 嗨柯亦 你好 这里的梅子现在都开始在长了 对啊 季节到了 三月底四月就是梅子的季节 难怪你跟我约在这个梅山公园里头 是 这边大概有几种梅子啊 这里 其实它就比较混杂 就是因为现在都有接枝嘛 所以大概是普遍就是这一种 那另外有比较特别 像有些喔 它还没有成熟 稍微比较红一点 那种吗 对 胭脂梅 就是它就是会有一种 像上了胭脂一样红红的 对对对对 所以像这个已经熟了吗 这个已经快要熟了 快要熟 对 如果它熟的话 会比较像这种黄黄的 所以它变黄反而是比较熟一点 对对对 变黄的话就是做梅子酱啊 比较好的材料 所以那为什么 就是它尽管是熟了 它还是只有这么大个 因为这边的海拔还没有那么高 我们梅子比较适合 大概1000到1500的这个海拔 它会长得比较好 会长得比较好 对对对 那像梅山这边最主要的 梅子的产区大概是在哪里 梅山这边最主要就是山上 瑞里瑞丰 甚至在进去太河这边 其实从以前都有种梅子树 都蛮大一片的 对对 所以主要产区都在山上 那基本上我们会收的这些梅子 它的品种大概是哪一些 品种只要是青梅类别 不管是大青小青 甚至有些是比较像桃子的梅子 对 这些我们都会收购 那只要它的果肉 是符合我们要的尺寸 梅子开花这个季节 大概是12月1月这个时候 所以大家都看梅花 对对对 那采收季节 大概就是像现在这个时间 3月中到4月底或5月初 是 这其实短短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是采收青梅这个黄金时刻 是 对对对 所以最近要开始忙了 对我们已经忙了 大概已经七八天了 这种梅子啊 嗯 大概已经多久时间了 我们这个公司已经50年了 50年 对 这种梅子的历史应该是40多了 因为其实刚刚走近的人 就看到他有很多对照的一些照片 对 老照片还有现在的照片 所以全场现在是第二代 第二代 第二代 是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以前工厂用的古井 用的水都从这边 所以它现在 它现在还是活的 它还是活的 水面的话 会依照地下水的水位 上升下降 上升下降 所以在一起 一开始你在治梅过程当中 用的就是这口井的水 没错 没错 欸 这是什么水打 这是我们以前 就是跟这个水井一起搭配的 水井的水 抽上来这边使用 除水的地方 那这旁边就是我们的腌漬池 所以腌漬池就需要用到大量的水 洗完梅子之后下去 一层梅子一层盐巴 就是这样子 我很好奇喔 你们这样子一次可以放多少梅子 一次 这个一个池子大概可以装 22到25盾 这么多 是 那一颗梅子大概10块钱大小 所以如果算颗粒数大概220万 到250万颗 一个企业走到50年 真的是不简单 当然 中间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挫折 其实像我们刚开始 官方工厂要开始的时候 也是在公司有到大陆去投资 那大陆的厂也到一个瓶颈了 面临了这个当地的一个竞争 所以也面临了一个抉择 到底要不要继续 甚至像日本的订单都跑到大陆去了 台湾的几乎都是没有订单 那这个公司要继续嘛 所以我们那时候跟老板也就是我岳父 那我们有讨论过很多 那也去看过很多的这种 官方工厂的转型 是 所以后来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路 就像我刚才提到 我们可以用我们原始 这个KIGETU的这个工厂 把这个整个做梅子的流程 我们在这边做展示 解说给客人听 让大家更了解 进而对我们的产品 对我们的品牌 对梅子 是有更大的兴趣 更喜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这个 观光厂最大的一个动力 其实我相信手座绝对是来到你们工厂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只是现在老师要带你们做什么 做脆梅 脆梅 这个东西是青梅对不对 然后它现在大概是几分熟的一个状态 大概是六七分熟 六七分熟 那你可以仔细看一下梅子 它表层啊 有一层龙帽有没有 对没错 那你知道梅子可以生吃吗 应该是可以吧 可以吧 不能吃多 果实中含有氢化物 它是有一层毒素 那要怎么去水解它 来加我们的盐巴 加盐巴 来我们先把它均匀一下 均匀一下 对 来你双手借 双手借 姿势的这样子 好搓揉它 好 对 把那个梅子的苦涩味搓出来 下力的搓 要大力 对 搓出水分 我这样动作对吗 这样好 对 对 对 有点点 大力的搓 所以打下去要有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一次性的敲下去就好了 它有裂掉就可以 就像这样子 好 那我试试看 放在中间 然后敲下去 对 这样就可以了 对 然后把瓶子打开 然后把每一只放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放一颗 对 然后每一颗都这样 对 那超破最大的目的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用那个水 让它再去补色味 所以我们会浸泡 那其实外面很多脆梅啊 它是没有破裂的 嗯 对 破裂就表示可能是加什么 保炊剂啊 对 或是保色剂 就是它因为破裂才会入味啊 是 这桌上的东西是怎么回事 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就挑选几样 比较代表性的 好 然后也给大家品尝看看 对 尤其像刚刚我们有做那个脆梅嘛 好 就在这边 是这个吗 对 抓完才是变成这样的一个颜色 好 那我先 我先尝这个 因为刚刚有接触过 对对对 对 我们有建立彼此一个信赖关系 真的 所以就是要来尝尝看 这个是什么时候 这个脆梅是去年的 我们今年做的还在熟成当中 所以下礼拜 下下礼拜才会出来 真的 非常入味 咬下去第一口 就如它的名字一样脆 脆 脆 那因为我们的脆梅 不会有加这个防腐剂 什么保脆剂 让它更脆 这个没有东西 就是天然的梅子盐巴糖 很健康 那吃起来很爽口 尤其夏天 如果是冰镇 这样吃非常好吃 对 那这个呢 它是加了什么 这个是红烧豆腐 那红烧豆腐是我们家的梅子酱 甜的梅酱 然后去煎的 这个是我们的原味的梅肉 对 这个就是这个吴宝森师傅 他来做这个面包的这个原料 梅子其实是画龙点睛 它让我们的口味 口感更有层次 鹹酸甜鹹酸甜 它就是咸酸甜的比例 达到一个均衡 层次感就出来了 对 所以像我们的梅子的话 很适合加在像豆类的 或是所有肉类的 可以让肉或是豆类的产品 它的味道更鲜味更提出来 对 层次更多 在这个厂房当中呢 充满了故序性 我相信对布鲁斯 以及他们家族企业来说 更是充满了很多的回忆 他们曾经面临了 就是最辉煌的时刻 也有重新做选择的时刻 甚至他们坚持 东山再起的时刻 那这次来到梅山 我尝到我梦寐以求的好滋味 到现在这种酸甜的口感呢 一样是在我口腔里 不停的去绽放 但是最让我感动的部分 是在这酸甜味的背后 你看到更多的是关于坚持 其实人在面对很多难题的时候 你会当下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是放弃 第二个是坚持 如果你在当下你所做的选择 并不是一条最好走的路的时候 那你内心就必须展现 非常强劲的韧性 在这里我看到了这种人心 我觉得这种精神 这种滋味才够大人 说到旅行呢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观众朋友 跟柯一我一样 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地方 然后会针对我们个人的喜好 去做尝试 去做体验 在体验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也不难发觉更深层的故事 你会发觉 他们在地人跟这块土地 藉由土纳之间 他们达到了一个和谐的功力 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又可以更深刻去感受到 他们坚持背后所展现出的人心 那观众朋友 有机会来到这儿 尝一尝它的好滋味 因为我相信这里的滋味肯定值得你细细去评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